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陆有一点点卖不太动 但其他市场的状况还算是OK 老师说最惨的先复苏了 消费电子相关的平概股 手机概念股 有看到谷底回温的迹象 昨天讲到文茂的关键价位 我记得是140到148 老师说只要站上148之后 就有机会转强 今天文茂是一个小跳高 就一直稳在150块钱左右 平概股尽管苹果营收没有很好 大家瑟瑟发抖 但是已经跌了这么低的 这个时候买比较不怕被烫吗 就文茂 我们讲的时候是说破底翻 应该前天在讲 那当然我们是说141跟148 我说即便回设141 守住我觉得还是OK的 那守住148应该就是偏强来思考 就今天继续上 那当然上来之后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就要注意 如果来到163左右这个位置 如果上不去的话 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调节 那今天其实稍微收个上影线 其实也是对应这个缺口 所以其实大家记得 我通常我们会这样讲 觉得大量区是一个重点 那没量的就是所谓的缺口 也会是一个重点 所以这个地方的价位 大家就要注意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也下礼拜 要注意一下 这个缺口的下缘的这个位置 那当然在操作上面 我们会建议 因为现在这个盘 如果一般的散户 可能不会这么有信心 想说一路报上去 所以其实你可以 借由一些短线的调节 但是底单可能要报注 大概是这样 然后最近讲起机 我们也是说这个地方 这一群人被昨天这阵涨停 都已经突破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说 守住134 还是维持强势的格局 结果今天就这么刚好 就是来到134 所以只能说准 不过当然操作的部分 我们自己频道会讲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 然后再来 另外的话题就是说 现在的散户恐怕 也没有这么敢买 我们当然是目前先给大家一些 比较稳健的标的 刚刚有提到说 高股息的调整 我们再帮大家做一个复习好了 比如说复习 再做个整理 因为其实之前 10月的时候我们讲联发科 之前我们也做过联阳 你说其他的有一些个股 之前都有推荐过 但是今天再帮大家整理是什么 我用这个预估的殖利率 预估殖利率 好 因为目前的殖利率 一般软体算的 大概就是用今年的配型 用预估的殖利率是怎么样 跟大家讲一下 我大概来计算 大概是用近世纪的EPS 然后去乘上过往 可能平均5年的 鼓励支付率 然后去计算的 所以这样算起来 可能会比较接近 明年要配的状况 那这样算完之后 我们就发觉 其实汉糖好像不错 有9%多 所以汉糖最近维持强势 而且实际上 它的业绩的成长也还不错 对 颜色幅度很惊人 对 而且我们有说 COLOS产能 可能明年要增加2.5到3倍 对 然后再联电的部分 难怪联电最近好像也蛮强的 所以联电还蛮高的 对 但是有很多同学问我说 老师我套在58块还有机会 其实还有点远 但是没关系 我们就继续看 然后再来 瑞宜好像也不错 瑞宜还有一个什么 瑞宜它还是苹果概念工 它是唯一的 那个背光模组供应商 它的那个殖率 现在状况也不错 然后其他的 像包含新浦 连强 连强是之前我们也有推荐 连强跟大连大 但是大连大稍微下来了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从技术面 再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首先 汉糖 汉糖这个部分 其实你看这一次 是不是季线 季线 季线 每次点到都上去 对 没错 这就是我们过去常讲的 这叫均线的惯性 所以它每次回到季线就守住 然后这边还在创高 但是你想 创高刚刚我们算 它殖率率还非常高 还要9% 所以有没有机会 你看 这是不是投信一路买 对 这种就是典型的ETF买盘 没错 但是你看近期还有什么 外资也进来买 外资也调进来买 所以从筹码面子的角度 我觉得不错 从纸绿的角度也还可以 然后再来成长性也不错 但是当然连电的部分 今天这样上来 其实之前我们就说 这里其实是有点WD的迹象 对 然后这边是不是回测到季线 就是法说会的时候 对 这里回测到季线 但是守住 然后今天包含立基电 也换很巧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还是提醒大家 从那个成熟制成的角度 消费性电子 有没有觉得回温 其实是有的 确实是有的 然后当然这个部分 投信的买盘没有问题 然后外资这一段 是外资倒下来的 但是你看 这两天外资回流 外资回流买什么 全职股 所以它有全职股的概念 所以有职域保护 又有全职股的概念 然后又有外资回流的题材 然后这个部分瑞宜 瑞宜就是我们刚刚讲 唯一的B150供应商 一样这个地方 投信也是 一直买买不停 对 这就是典型我们讲的 ETF买盘 但是这一段这样上来 这个季线都没破 然后这边是一个整理区 它是不是突破完拉回 其实守住整理区的 所以在这边附近 其实我觉得还没动 这个位置还不错 蛮甜的 对 而且季线附近 季线在这里 然后在月线这里 上下整理 所以基本上它还是属于在整理区的 然后你有高职率的保护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安全安全 你不太敢买太积极的 就可以买稳接一点的 但是星浦 其实星浦之前 我们在这边就有介绍过 然后后面这里 然后一样ETF的买盘 然后在近期你看 外资也偷偷在买 那当然这一组 因为过往它的状况 最近很多人在讲说 电动车的问题 但是OK 它电池模组 我觉得基本上它业务还算稳定 所以你说这个位阶 其实我觉得也还OK 然后近期这里 其实也有一个 小底部的形态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几档大概是 目前排序还比较前面的 一些所谓的 ETF的概念股 然后里面还有谁 群光 群光当然群光集团 群电当然不是ETF的 所以群光的买盘 也是ETF买盘都没有问题 然后它目前的 它的殖利率大概5.72 所以我觉得状况也还OK 然后这一段 其实是不是也是沿着月线 一路走 而且群光其实我觉得 它股性还算稳健 就是不会大起大落 那操作起来 又有高职域的保护的话 我觉得也是相对安全 另外这个群电的部分 群电当然近期 反而有注意它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昨天还前天 前天我们在讲说 那个AI的PC的题材 因为它是PC的供应链 所以你说近期 它这一段上来之后 其实做个整理 那这边是不是基线在这里 今天是跳空站上基线 所以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小底部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你说这个价格到这里 其实都有限 你只能抓个10% 你可能就射到这边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操作上面 它也有4点多%的殖利率 然后再加上所谓的PC 换机槽的题材 我觉得这一组也是有机会的 然后这部分都是相对 比较稳健的个股 我给大家先做个参考 好 那昨天讲个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 有特别提到有关于 苹概股老师认为可以留意 那只不过今天有一点点 美中不足的是 苹果公布的财报 似乎没有让市场非常的满意 那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 有一点点成长趋缓的情况 但是库克也讲了 我们正在很努力地研究 生成是AI 会不会灌到手机 会不会灌到PC里面去呢 可想其实未来一定是 往这样的方向来前进 老师我们来灌一下苹概股 看过去有一些很强 包含了轴承的新日新照 那有一些弱弱很久的 包含了像是303C的星星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就是名门正派的苹果供应链 是可以照单全收吗 还是一定要好好的调 当然我们先补充一下 刚刚最前面一开始 明君在讲说 那个Mac部分在衰退 其实我们在讨论说 奇怪 反正就没有新品 当然会衰退 很合理 所以说现在新的推出来 用M3晶片的 M3晶片全部都是3奈米 所以你说第三季台积电的3奈米 我想都是苹果贡献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台积电 好2330 其实我想台积电 应该也很多人很喜欢 只是该不该买了 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了 可以买了 应该是这 因为这里你看再测一次 也是低不过低的一个形态了 然后这边是季线刚上来 所以昨天刚好站上季线 而且昨天的状况是什么 直接一个跳空上涨 直接突破月线季线上来 然后在这里整理 所以你说坦白说这里前面 可能530附近 就是应该是这一波的低点 然后再来明年 我们也一直讲说 明年很多大厂都开始会 切入3奈米 其实照理讲 3奈米毛利应该要更高 理论上是这样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 如果它持续增长 我觉得台积电应该是一个好买点 然后当然它也有一个 全资股的概念 外资回流也一定会买它 那其他的状况 我们稍微把一些重点mark出来 第一个成长性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照例好像不错 那昨天我跟照例老师也在聊 照例老师就说 照例应该是比较接中国的单 但是因为我们看很多法院报告 就说照例应该是有接到 苹果的轴承的单 真的吗 因为过去苹果轴承的 好像都是新日新在吃 所以你看新日新 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强 但是你看整个业绩来比的话 照例是这样 成长七成 然后它是大概负的4.77%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注意 因为从基本面 营收成长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照例好像是不错的 然后其他的 像双红也还OK 但是因为这一段期间 其实散热有点长有点多 也是因为AI的打击 对 而且齐鸿的部分 之前我们有讲投信的筹码的时候 齐鸿现在投信十五大概18% 属于有点偏高的一个状况 但其他的状况 我们再从什么 殖利率来看的话 其实你看这个好像也不错 晶圆 晶圆 对 但晶圆公司比较小 流动性稍微差一点 但是你如果从价值行投资的角度 这个殖利率我觉得还OK 而且它是算是就做键盘的 转哥有特别 Mark出来 对 也算是稳健 就是Mac笔电相关的 对 然后再来这个柯家 柯家其实之前我们就讨论过 就是说之前就传说 它打入苹果供应链 然后现在看起来 你看DK年增率不错 然后再来本益比其实也不高 然后殖利率也还OK 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 虽然股性稍微有点活泼 但是好像还是OK的 然后其他的你说像真顶 其实它本来就是相对 殖利率比较高的 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可以注意 你胡架牛啦 对 但是比较牛 来 那我们从技术面再来看 这个是照例 这一段上来 当然前面 其实这里应该 这里有点可惜 这里应该要帮大家找到 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点是什么 它有发CB 对 这个真的是 糟精气 没有抓到它 有点可惜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不错 到这边都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就爆的不会赔啦 今天 对 而且沿着月线一直走嘛 对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 现在月线在多少 145 其实坦白说这个位置还不算 月线附近 对 可以切入 好 而且这边其实有一个 小小平台的概念 有出波的概念 然后你看近期之外 只也在买 投信也在买 对 好 再来新日新 今天就更强了 所以昨天我就在看 照例跟新日新 而且这个是什么 这其实是昨天我在我自己频道 去点频道 所以今天早上你有去买 你还买在这里 所以大家要看一下 展哥的频道 对 找一下展哥的资料 因为毕竟10分钟有限 那新一新 这里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也是一样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股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